好了,下一套了,這套已經被斬掉了 套劍MOMOKUN SUTTO 大家都知道這套是很明正而上的肉飯 其實很奇怪 當然大家看看這套的概念 原來這套最早是由彈珠機出現 2009年 即是日本的各自機中心 大家打Pokemon都玩過 結果又發生一些輕小說 人家突然出來一部動畫 當然,整套陶劍 其實是用陶太郎的故事來做 有很久以前的故事 不過出來的圖不是男是女 有隻雞,有隻狗,有隻猴子 基本上有桃園香 那三個神 當然,這隻狗教他 那隻猴子是劍術師傅 那隻狗就當是劍家姐 那叫生雞 對對次,差不多 就當是狗 其實他們就好像添人 很正常 除了陶太郎的男人 已經沒有分別了 那圖在哪裡呢 陶太郎以前大家都記得 陶太郎就搬在空部 你知要明白 如果由匹匹去搬在空部 就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那當然 又不知為何 又是宿達彩奈配這些角色 不知為何 這次的聲音算好了 原來三心也有配的 這套有些聲音很恐怖 觸達彩奈 津田美波 金姐麻美 三層之姿 三心說說 大狗虎浪美 大平游街 銀河萬丈 日野粗 嘉達英美利 小廚美可 夏田麻美 千夜深情 整集厲害的聲音 這幾集厲害的人都在這裡 我猜這套有些特別吸引 但是劇情很爛 我不想看 其實這樣說 然後就突然說 有些惡鬼來侵襲 拿了三千套的碎片 麻煩套了 那些碎片在哪裡 其中一粒是在他鄉下 供奉的神靈 當陶太郎 徒子供奉了之後 那隻鬼就來搶 結果就搞了一個打鬥 上天就跑了四黃天女的隊伍 天女垃圾隊 原來是一隻好像被人打殘 他們原來都是說這隊伍是廢的 突然又不知道為什麼 派下來幫他 你不明白 我們在一個天庭 要看這件事 叫做養長 我不派你 實說我們天庭不理人 我派下來了 不過打不打電就不關我的事 現在我見他們打不電 陶太郎 你幫我做吧 多有觀念智慧 天神 很簡單 結果陶太郎是怎樣打贏呢 起初打不贏這隻鬼 這隻鬼的力氣非常強大 結果他有三個同伴 阿雞 阿豬 阿狗 阿豬 阿豬 這隻鬼的很強大 結果他出了一招奧義,打敗了鬼鏡,打爛了他的角,這隻鬼就撤退了 結果他發現他可以跟一些鬆神合體,有點像什麼? 有些什麼機戰的東西,幾樣東西合體,變成一隻大東西 別讓我說中了,之後肯定會跟馬洛合體,力氣合體 最後一個就是三神奧義,三神唯一體,全部合身上 然後三人合一齊 然後又去到屠太郎的流浪故事,打怪的 即是人衣一體,又有人秀一體 跟天女隊一起打鬼,其實這些故事大家都見慣見熟 也不會有什麼期望 這套大家都預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動畫 其實這套那些打鬥其實做得不太差 雖然故事就真的差,故事就完全… 老土非常之餘,總是焦焦少少也無無聊聊 我覺得很噁心 當然,踏肚的時候是敵如敵人的過分尷尬少少 即是過火少少的 即是土有而已 其實中間濕身的情節又多了些 即是以第一集來說 那沒什麼,他收盆濕八點的河 那是濕修正常而已 我不會測試他 之後無一會濕身就不知道 當然,看看將來的走向是怎樣 以這樣的情況來說 中國還是中國不是差 他只是打扮給你包衣服 不知道為什麼 肯定是 不,如果這樣算 我覺得他比閃亂好看一點 閃亂是… 閃亂是遊戲來的 誰都是遊戲 不同的那個3DS 真正那裏 這裏是假裝的,我自己是兩回事 我覺得閃亂的動畫 我覺得應該有正常 至少有些猴子、狗 出來看一看 都叫個個隱隱 原來你的目標是他們 不是,叫做好笑一點 做貓、做狗 比做人好 我明白了 所以看期待度就不高 不過如果你消遣就OK 下一一套